刚刚晚上欢迎收看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焦童文 新闻开始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今天下午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大雨 来看到是台中 台中是早上就已经下了好雨 这个大甲名声地下 到这里每逢大雨必淹水 而且也传出过惨重的灾情 这里的栅栏 因为水位超过了15公分 栅栏机放下 禁止人车通行 而另外大雅地区 也出现了大水 夹带着红色的泥土 冲刷路面的情况 让当地的民众看了 觉得很可怕 大雨加上打雷 让台中进一大雪的学生们 刚踏出校门口 看到大雨淹过路面 加上夹带滚滚的红色泥流 只要硬着头皮冒险涉水过 今天要怎么过啊 这边这样 慢 不知道 绕过去 绕过去啊 会不会怕摩托车要熄火 不知道啊 不怕车 看看慢车道上 整条马路水深 至少淹过脚踝 学生们担心熄火 不是用轻车方式过马路 就是冒险改从淹水的慢车道 骑到快车道上 而过去曾发生 富人开车溺斃意外的 大甲民生地下道 上午因为水位高过15公分 也紧急启动 台中市政府所设置的栅栏机 不让人车通行 至于风雨闭烟的 戴雅樱花社区 则是水淹过路面 害得工厂员工 在水退之后 得忙着清理路面 突如其来的大雨 造成台中地区多处 传出淹水灾情 幸好雨来得快 退得也快 才没造成更大灾情 只是苦了当地民众 得再重新忙着清理路面 记者林鸿吉 游彦慈台中报道 同样的大雨 今天也下在南台湾 那么当然高雄的气暴灾区 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 在救灾的部分 进度也受阻 那么很多灾民 他们家里面 也同样都泡水 而还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在日本 日本也是好雨成灾 尤其现在又有台风 即将接近 西部的九州四国等地 累积雨量 甚至超过了1300公里 那么让日本政府 在各地许多山区 都已经发布了撤离指令 日本的北海道 一大早就大雨滂沱 由于台风逼近 让全日本陷入警戒状态 在四国地区 许多地方累积雨量 已经超过1300公里 一小时甚至最多 有50到60公里的雨量 声势相当惊人 也造成许多地方土石崩落 回顾到1998年 当时的高知县 也是下了超级大豪雨 一度淹到两公尺深 造成8人死亡 17000户住户泡水 当时农业畜牧业损失 估计超过1亿日币 让政府痛定思痛 加强提防建设 建立迅速确实的 紧急疏散政策 但是政府持续发布警戒 豪雨威胁人未解除 日方也加速撤离了脚步 安置山区居民到避难所 期盼让这次的豪雨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 国际中心重览编译 而在大雨的时候 提醒大家开车 一定要特别小心 来看到是台61线 西滨快速道路 云林台西路段 就发生一起 疑似天雨路滑 所造成的死亡车祸 这辆35吨重的饲料车 疑似失控 先擦撞上路肩的护栏之后 整辆车90度回转 滑行了十几公尺之后 车斗卡在中央分隔岛上 当时六十几岁的驾驶 被甩飞出去 掉落到40公尺深的高架桥下 伤众不止 警销道场抢救 四条车车头严重凹陷 零件散落整个路面 却找不到驾驶 地毯式搜索后 原来驾驶衰落 40公尺深的高架桥下 我们是用绳索 然后单架这样子 将绳索从那个斜坡上面 把它拉起 然后交由我们台系911 那个送医院 消防人员用绳索垂降 将驾驶救起 紧急送医 但抢救无效死亡 同行另一部饲料车 无姓司机表示 他按增性驾驶 从台中载运饲料 前往嘉一县东石台唐的 养猪场卸料 再度北上要进行装载饲料 出发前精神状况良好 不知为何会自撞护栏 都每天都精神很好 警方封闭整个北上车道 初步研判 驾驶疑似没有吸上安全带 擦撞护栏时 猛烈撞击力将驾驶 弹飞出车外 另外怀疑是天雨落滑 也不排除是机械故障 造势原因正有警方调查中 记者方中成云林报导 高层气爆事件 现在让大家只要听到 爆炸两个字呢 就非常的害怕 结果今天在南投市 也发生了这样可怕的画面 这是在南投市的南钢工业区 一家树脂工厂 三层楼的铁皮库房 今天早上11点半 突然间冒出了大火 员工先逃了出来 但是因为里面堆放了17桶 大约有三顿重的松香原料 这都是一言物 在火灾的高温之下 立刻引发了爆炸 火蛇黑烟窜上天际 消防人员一度被呛到冲出火场 还好后来火势顺利的被控制住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人员正拿着水线往工厂灌旧 突然一声巨响冒出殉壮的大火球 接着就是一团一团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 夹杂蹦蹦的爆炸声 有员工急忙逃出场外 在一旁休息喘气 也有消防队员被扶着出来 中午11点左右 厂房里的松香反应槽起火 不久整个陷入火光之中 厂房里原本还有员工和消防人员 戴着面罩急忙灌旧 但是周遭还放有17桶 大约3顿的松香原料 一次火场温度太高再次爆炸 发动了我们邻近的五个分队 紧密需要过来帮忙 他有50多人 那消防人员超过食库 救护车的软硬母里面 他说里面有松香水 然后他做素质 当然有点爆炸的状况 所幸消防人员约半个小时 将火石控制持续洒水降温 扑灭残火 财务损失有待估计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记者所有杨吴嘉惠南投报导 回到高雄气暴的现场 您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3D图 那么把这次高雄的几个重灾区 清楚地呈现在眼前 包括像是三多 凯旋二胜一新路口 这几个地方都是这一次 严重的重灾区 当然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有很多人 他们虽然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但却无家可归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 就是一个已经诈来台湾十几年的 越南籍女子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她的两个孩子都受了伤 而最让她痛心的是 她两个多礼拜前 才把自己存下来好几年的积蓄 在三多路上开了一间店面 这间店面在这次气暴之后 被炸得面目全非 她现在无家可归 今天她哭得生死历劫 越南籍苏姓女子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她是高雄气暴受灾户之一 她十三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小女儿 也在这次意外中被炸伤 小女儿的左胸更是被剥离 刺入胸口紧急送医 不过更令她心寒的还有家务事 从越南嫁来台湾十三年 几年前先生和弟弟理念不合分家 一家人搬离祖措 到三多路上开了手机包膜店维生 没想到店只开了两个礼拜 就发生严重气暴 店面全毁 无家可归 你来没东西市的时候 我拉面店你去找我 还有目前部分水电修复 也开始进行家园的修缮 才让这名越南女子稍稍松一口气 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还有好多好多变数 记者中文报导 没错 接下来路要怎么走呢 在明他们需要的帮助 还有非常的多 另外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一起气暴事件 暴露出在高雄底下地下油管的问题 但并不只有高雄是如此 根据老姐 其实在桃园市 也有油管经过人口稠密区 这些地方到底主管机关 有没有掌握 我们要来看的是 至少到现在为止 大家所看到的感觉都是 中央跟地方在互踢皮球 高雄市长陈菊认为 主管国营事业的经济部 必须要负起责任 但是行政院长江银化却提出了 不利专法 不编特别预算 跟不设专责机构的三部原则 让在野立委痛批 这样的冷淡回应 是将灾民推向深渊 把国旗升到干顶后 再下降到旗升恒长二分之一处 全台降半旗三天 悼念澎湖空难和高雄气暴的离难者 只是灾难发生了 后续检讨 进度呢 国民党团书记长沸鸿泰领军 陪同高雄几名栏尾一块拜会行政院长江一华 毕竟救灾如救火 但政院对高雄气暴早就定了调 不利专法 不编特别预算 也不设专责机构 所有各部位全部动起来 并且在救灾的相关经费上面 可以全力资源的时候 那么各位一定可以相信 我们做得到 并不需要在另外 发挥我们立法院的时间 来去另外定一个特别条例 实话业的管理 如果还是拘泥于地方层级 我觉得其实是把灾民通话 推向无助的深渊 连公民党立委的话都没笑 在野党的建言 政院又怎么听得进去 只是实话属于高危险产业 中央却提三部原则 连经济部大动作 开管线清查闭门会议 对实话业管理怎么加强 都只给答案一句 让业者自主管理 如果没有安全 就不会有管线的问题 经济部有他要承担的责任 经济部给不出承诺 高雄市长陈菊怎么能接受 气泡后的全责归属 中央 地方 皮球 轮着踢 记者 纵不得 民众只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 跟真正的关心 最不需要的就是口水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堆口水 除了中央跟地方之间 互踢皮球的口水之外 选举也来参一咖 我们要电影来看到的就是 这又干台北是什么事了呢 国民党立委蔡振元 日前在脸书上 PO了一张柯文哲跟学生的合照 说这是在高雄气暴过后的照片 柯文哲照常跑去选举 还到学校里面去演讲拉票 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人名 我们来看看事实的真相 确实这件事情 应该是发生在气暴之后 但是这个行程是到 夏令营去当讲师 也不是败票 而且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指控他说 蔡振元完全没有经过同意 就盗用他拍的照片 那么这个被指控盗用照片 蔡振元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是这张国民党立委蔡振元 在脸书上PO的照片引发争议 蔡振元写说高雄气暴以后 柯文哲照常跑选举 去凯达格兰学校演讲拉票 而同一天8月1号 连胜文停止所有竞选活动 但其实柯P是去凯校 当夏令营活动的讲师 根本不是竞选拉票 而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也在脸书上PO文回集 说蔡振元无法无天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盗用他拍的照片 他说他人在高雄灾区帮忙 蔡振元却在台北盗用照片 还说如果柯P没有停止竞选活动 他又怎么能到高雄去 柯文哲是公共人物 他没有肖像权 被逮到了有好转移挂地的人 柯文哲现在就是不在乎人民的现象 我们也不愿意就是说 这个时候模糊焦点 而不是说先来指责 对方候选人的一些行为 蔡振元的PO文也引发网友炮轰 有人说利用他人灾难 引发政治对立才是令人心痛 也有人说就算连胜文本来是为人民 但这篇PO文也瞬间变成了政治利器 还有人大骂蔡振元 连做功课都不会就胡乱批评 不管候选人有没有停止败票行程 都是有各自考量 但若是企图借由灾害 煽动政治对立 这样的行为恐怕令人难以接受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 不管说什么都有凭有据 我们要带您看看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原纳集团的创办人 马志玲杜立庄夫妇被判七年四个月 本来今天早上马志玲就要发监执行的 但是他的律师以他罹患失智症为由 希望能够暂缓入监 今天早上的检察官经过两个小时询问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明确判定 他到底有没有达到暂缓执行的要件 所以决定两个礼拜之后 再来看看 罹患失智症的原大集团创办人马志玲 已经到媒体似乎有点受到惊吓 只见大儿子马维健 紧紧拉着爸爸的手 小儿子马维成也在另一旁护驾 他才稍稍安心 不过眼神焕散 神情恍惚 仿佛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 而根据了解 现年75岁的马志玲 原本高院鉴定智力达到95以上 现在下降到了65 失智症最主要还是以认知功能的退化为主 那记忆力是最明显的 所以我们讲失智症常常看到的就是 定向感会有错误 如果到失智症的话 应该就有这个精神好弱 或心理上失的可能性 根据了解马志玲六年来深受失智症所苦 鲜少露面 上午发肩报道 不管是开庭前还是开庭后 马志玲神情恍惚 一点慌张 得靠儿子保镖在身旁陪伴 才能稍稍平稳情绪 高零75岁的他因为9年前的结构债币案被判处7年4个月有期徒刑定业 律师以马志玲身体不适为由提出暂缓执行申请 检察官在调院病例以及亲自问序了解身心状况之后 认为有必要做专业的精神鉴定 前半检察官将送专业单位鉴定马性受刑人是否已达新陈上市的程度 将待鉴定结果以及调查其他相关的市政后 再行决定后续的执行程序 是否真如这段影片 马志玲智商只剩65 毫无生活自理能力 检察官两周之内将进行精神鉴定 等待鉴定报告出炉 再决定是否上缓执行 记者综合报道 感受真话的电视台 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间新闻 您好我是肖童文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二 我们带你掌握接下来还有哪些的新闻重点 首先来看到的是高雄气暴真相还没离期 被外界指为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融化 竟然在没有申请通行证的状况之下 以桃车运送屏息 路线完全没经间理处规划 一天至少30辆次 宛如一栋炸弹在高雄市区满街跑 1电视稍后独家为您报道 气暴发生5天 1电视记者深入三多路重灾区 看到一整排的民宅被炸垮 原本的三层楼变成两层楼 还有人孔盖喷飞砸穿屋顶 营建署却说人孔盖射在路边 潭飞才会造成严重伤亡 以后应该改射在路中间 这番话被轰简直就是脑残 还要来看看是台湾人身性敦厚 对待外国朋友向来是非常的有人情味 但这个外籍人士 自己搭公车太晚才拉铃 司机没停车 他居然对着驾驶怒飘脏话 还企图打司机 一直说英文还比中止 最后是旁边的老人家上前缓杂 你说这人实在是可恶至极 现在立刻被网友肉搜起底 等一下带您看看他究竟是谁 最后一开始我们持续关心的是 高雄在8月1号凌晨 发生了严重的气暴意外 那么到了第五天现场 持续的在搜救 但是今天令人比较难过的是 两名失踪的救难人员现在几乎都已经可以确定离难 而随着时间的延长 现在也越来越多当时的监视器画面现在曝光 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画面 也让人再次的看到了当时的可怕景象 这是在三多一路后面的一条巷子 这里是二八三项 这里民宅几乎家家户户都受到波及 在爆炸的那一瞬间 整排楼房都被炸到 三层楼顿时变成了两层楼 有一层楼被炸到不见了 而在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 几乎每一家都有被气爆炸出的 柏油路快飞到家里 我们当时在三多路上看到的是 整条三多路四五百公尺全部被炸开 那么地上这些柏油路快都到哪去了呢 就是飞散到旁边的家中 有的是砸毁了三楼的楼顶 那么有的是直接就一大块一大块的 在人家家里面想轻都轻不开 现在的受损情况是严重到 根本没有办法住人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这里的情况 1号凌晨 今天是其画面清楚记录下气爆 一瞬间的惊险过程 民宅受损严重 柏油路快夹斩凝沙在空中飞舞 三多一路气爆波及后方二八三项 可让住户心惊惊 赶紧冲出屋外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以看到这个三楼的民宅呢 现在因为受到气爆的影响 当时柏油路呢 是直接飞到他们家三楼的阳台 你可以看到现在三楼阳台 可以清楚看见二楼的房间 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洞 实际走访气爆现场 民宅被炸到东圈一块 稀缺一块有的屋顶全毁 根本就无法住人 只能暂时借住朋友家 跟房子宽度差不多十块 整个砸下来啊 就柏油路面啊 这几乎每一家都有 柏油路面在家里 回想气爆当时 住户还是心有余悸 但是现在看到这残破不堪的家园 让他们苦恼的事要怎么善后 他要来不来 你要赶快给他钱 然后在现场你也不晓得说 啊这什么啦 你钱给了他没来你也不晓得啊 现在大家的困难 都在这里 预计修复就得花费好几十万元 但是有钱还请不到公园 因为好多人排队在等 到底要多久 才能够把家园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住户不敢去想 记者高雄做不到 其实用这样的画面 或许您还没有办法感受 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您就想象 整条三多路 路面都不见了 但这些柏油路面都到哪去了 都到旁边的楼顶 旁边的住家里 您就知道这些住宅他们被损毁的有多么严重 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气暴事件 造成高雄市民这么严重的伤害 那么现在外界所指向的都是融化 但是我们来看到今天前往的气暴地点 二胜凯旋路口 这是最严重的这个路段 要来裁切李长荣化工 他们排在地底下破损的 这个四寸的丙溪管线 昨天我们为您报道了 因为发现这个丙溪管线上面 有一个大约七公分长 四公分宽的一个破洞 要来厘清到底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破洞 造成丙溪外漏 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气暴意外 但是昨天李长荣 他们却拒绝来清除里面残留的丙溪 今天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总算花了三个小时 把这些残留的丙溪给清除完毕 接下来裁切下的管线有两公尺长 看起来瘦石非常的严重 随时都可能会再度的断裂 现在这一段管线已经被送去检验 要来厘清究竟是不是这个地方 引爆了这次这么严重的气暴事件 二胜凯旋路气暴点 检察官谢兆金和金属专家 穿着青蛙装戴上N95口罩 下午一点二十分进入湘涵 展开融化管线切割作业 经过七十分钟下午两点半 工作人员走出寒洞 用布包着切割下来的两公尺管线 小心翼翼搬到地面上 检察官封紧神经 你是检验就是确定是李长荣的管子吗 对 确定就是他在试创管子吗 对不对 在车上看的 在车上看的 不要让他翻的 他外观就是有锈石的状况 然后有一个外翻的铁皮这样子 摒气管线锈石实在太严重 还有外翻缺口 由于管线老旧随时可能碎裂 不过进行切割工程 光是事前准备就花了至少三小时 十点四十九分 检察官就已经来到湘涵现场 但是担心管线内还有残留笔息 稍微火光就会引爆 先关闭防锈电源 再排入氮气清除残留笔息 再加上破损管线 必须先扣压才能裁切送厌 检方找来中油 中石化 李长荣化工 确认管线归属 过程谨慎再谨慎 签下扣压同一书 切割下来的破损管线 已经送往金属中心检验 气暴祸首是谁 旧块捐向大白 记者南部综合不到 气暴祸首是谁 一定要找出来 因为他把美丽的高雄 变成了这副模样 您现在所看到的 这是一个3D的影像图 透过这样的影像图 我们重现了这一次高雄的 气暴重灾区 包括了三多路 凯旋路 二胜路 一星路等等各个路口 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3D图的运转 您可以看到在每个路口的 一个爆炸的景象 但是现在让我们最担心的是 不要再有第二次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高雄真的承受不起 然而一定是独扎报导 要带您来看到的这件事情 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担心 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气暴意外 这一整条的管线被炸开来 所以包括了李长荣 他们现在必须要来运送的 这个丙烯 原本的地下管线 大概有20多公里长 没有办法用了 但他们每天还是要送 500吨的丙烯给业者 怎么送呢 他们只好利用槽车来运送 我们根据估算 如果一天要送500吨 用槽车的话 一天至少要30辆车次 当然没有管线可以运送 他们必须要用槽车运送 但是在法令规定上面 槽车的这个运送 这样的危险物品上路 他们必须要提出临时通行证 然而我们问了 相关地点的监理单位 他们都没有收到李长荣的申请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么危险的化学槽车 在路上跑之前 他们必须要先申请 拿到通行证之后 监理处还要帮他们规划路线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 在太危险的地方 在人口太稠密的地区 是不可以跑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申请任何的通行证 以至于他们上路 没有人知道 他们所行进的路线 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像这样子每天30辆次的槽车 走在高雄的街上 每一辆都宛如是不定时炸弹 我们的独家报道 监理所人员就在李长荣 大设厂前站岗 看到丙溪槽车就拦查 我们在查运送危险物品的车料 没有规定申请临时通行证 自从丙溪输送管线大爆炸 李长荣就利用槽车运送丙溪 从前阵仓储一路开往李长荣大设厂 丙溪车在马路上行驶宛如行动炸弹车 却和一般车辆擦身而过 丙溪属于危险物品 根据规定厂商货主运送时 必须向企运地或是车级所在地公路监理机关 申请核发临时通行证 通行证一次可以使用半年 但是高雄监理所和五营监理站翻遍了资料 却都没有收到李长荣的申请 在我们高市首这边 还没有收到业者承载李长荣丙溪的 临时通行证的申请案 根据华运的资料在一般的状况下 一天利用管线输送丙溪500吨到李长荣大设厂 如今管线爆裂 换算草车运输 起码要出动30个车次 数量一下子暴增 草体从何而来 行动炸弹车未经申请偷偷上路 安全如何把关 记者方伯峰高雄报道 没有人希望再看到意外发生 但是都已经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气暴事件 接下来是不是所有的环节 都应该要更谨慎更安全 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草车 在完全没有申请通行证的情况之下满街跑 而且要来看的是 这个槽车本身又有没有问题 现在地下管线不能够送丙溪了 所以李长荣化工厂改用化学槽车来运送 但过去他们的丙溪都走地下管线 他们有这么多的槽车 现在可以来运丙溪吗 有民众爆料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槽车 所以他们用的是瓦斯槽车 而不是丙溪槽车 专家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这两种气体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相对比较低压的瓦斯槽车 如果来载运比较高压的丙溪 可能也会有气体泄漏的安全疑虑 继续是我们的独家追踪 工厂人员打造瓦斯槽车 安全步骤一个不能少 因为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槽 载运危险液体或是气体 路上行车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重大伤亡 更不用说是丙溪这种高危险气体 一定要钻筒钻用 如果它要钻过瓦斯 然后钻过丙溪的话 要看它的结构不一样 我们就不能装了 从事化学槽体打造近30年的汤先生说 瓦斯或是丙溪都属于高压槽 不管是紧急遮断阀 或是安全阀的承受压力都不同 瓦斯车安全阀承受压力只有18公斤 而丙溪槽需要更高的21.6公斤 如果瓦斯槽车装了丙溪 会有泄漏的疑虑 丙溪会比较 基本的它是比较厚 瓦斯的话 相对的话 就用的比较薄一些 业者运送瓦斯气体会加压成液态 安全压力每平方公分10公斤左右 丙溪则是至少20公斤 载运过程的震动压力增加 甚至会有自爆的危险 PG的话 它的承受压力的话 可能比较低 但是如果你要来装那个丙溪的话 那压力的话 可能要能够高一点 业者表示 虽然槽体都是高碳钢材质 但设计厚度都不一样 冒险使用简直在玩命 有没有可能利用瓦斯车 运丙溪 执法单位恐怕要查个清楚 记者冯伟和叶红龙 再说一次 高雄已经经不起 再一点点的伤害了 这次的气暴造成的死亡人数 现在已经确定是30个人 因为之前找不到的 两位救难人员 现在已经确定 开立了死亡证明 以至于罹难人数增加到30人 回想起当天 这气暴威力究竟有多大 很多路上的人孔盖 都被弹飞出去 像是接下来的这一户就一样 他的人孔盖飞了500公尺远 砸中了武庆三路旁边的 这一栋民宅的屋顶 贯穿了三楼 差点也砸破了二楼 当天还好屋主没有睡在三楼 平常他都是睡在三楼的 但当时他刚好在一楼看电视 如果他当时人在三楼的话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一 二 三 站在窗边五位国君用力拉起水孔盖 好端端的水孔盖怎么飞到民宅里 当时爆炸威力有多大 其实看民宅就知道 您可以看到民宅的屋顶 现在已经被炸破了一个大洞 而这个大洞怎么来的 就是500公尺外的人孔盖 就这么扑通的从天而降 水孔盖飞到500公尺外 可见气暴威力有多强大 从天而降砸破屋顶 贯穿三楼还差点砸破二楼 而当时屋主的儿子就在二楼睡觉 幸好住在三楼的屋主当时正在一楼看连续剧 逃过一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忆起当时情景还余计有存 屋主说还好有连续剧救了他一命 可住了十几年的屋子第一次破了个大洞 这笔账绝对要跟融化算清楚 解册好报道 这一次的气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人孔盖 整个飞喷到明宅的楼顶 贯穿了整栋楼导致灾情更加的严重 但是今天迎见署长丁玉群巡视灾区 就到了这个武庆三路跟三多一路 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地点时 他说人孔盖不应该设置在路边 就是因为设置在路边 所以一爆就跟明宅非常接近 才会直接砸到明宅 所以对明宅来说伤害这么严重 也才会造成这次这么严重的伤亡 以后人孔盖应该要改在路中间 这样如果有气暴的时候 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但问题是你放在路中间 如果真的有气暴的话 爆炸起来的是车吧 就有人轰 这是什么话 这也未免太脑残了吧 记者人的位置就在武庆三多路口 而当时就在这个红绿灯 是夺走了七八条机车骑士的生命 而那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人孔盖不断的冒出气体 后来甚至是引发气暴 导致这些机车骑士伤亡惨重 气暴威力之大 人孔盖瞬间喷出杂重机车骑士 想要躲开人孔盖攻击 营建署长丁玉成提出建议 别怀疑书长的表情很认真 想要人孔盖不喷飞伤人 那就设计改在路中央 这语出惊人的神逻辑 书长说这可是有专业功法的 一再强调已现有功法 人孔盖可以和路面平行 绝对不用担心 事隔五天气暴原因查不出来 营建署倒是先跳出来 教大家如何不被人孔盖喷飞 解脏好报道 除了气暴事件之外 今天的这个画面 也让很多的台湾人 非常的愤怒 台湾人深信敦厚 对待外国朋友 向来是非常的有人情味 但是这名外籍人士 他在搭乘公车时 因为自己晚暗铃 过站才暗 司机来不及停车 这名男子恼羞成怒 上前跟驾驶理论 但这根本不是理论 你看到没有 直接包包拿下来 冲上来就要打人的感觉 他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用英文入骂司机 直接动手殴打司机 还对着司机比中指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过程实在是 让人看不下去 旁边的老人家 还出面来劝驾 最后是旁边 所有的老人家 跟他道歉 他才气烧下车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虽然事后司机说 不会追究 希望就此落幕 但这件事件 已经引发了 广大网友的愤怒 在网路上肉搜 一定要将这名男子奇迪 公车上只见一名身材壮硕 穿着白T恤的男子 站在公车司机旁 不断用英文咆哮飙骂 一旁还有一位黑衣 长发女子为男子翻译 就是要司机向他道歉 一旁老伯伯实在看不下去 出面协调 但男子不但不听劝 反而坐视打人 4号晚上6点45分左右 民众搭公车拍下这一幕 一名男子因为公车过站 没案临近 恼羞成怒 标骂司机 甚至挥拳 影片上传网路 大批网友深远司机 我在下一站当中下车的时候 他就有点爱情 因为他讲的是英文 然后旁边有太太跟 就来跟他翻译一下 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祥和 还是就直入目就好 司机客气说不追究 只不过当地知名 都私下透露 这男子风评不好 公车坐过站没案铃 怪到司机头上竟还动手 实在可恶至极 记者王小花团报道 好 这个画面看了 真的让人非常的生气 相信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 要对这个男子说 真是shame on you 那说到英文 带你来看看是 今天还有另外一句英文 成了大家所关注的新闻焦点 来看到的就是 过去绿营的市议员 王世坚还记得吗 他有一个经典语录 叫over my dead body 就是你要过去 一定要踩着我的身体过去 结果现在 他做了一个看板 跟连胜文放在一起 他说除了他自己是 over my dead body之外 连胜文他老爸有钱 所以是over my dead money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 讽刺一位非常浓厚的看板 连胜文如何回应 一块来看 今天要进入这条路 必须踏过我们尸体 over my dead body 王世坚这句经典语录 让人想忘都忘不了 现在更变成讽刺连胜文的 竞选看板 现在没有人愿意 跟他放一起 我是第一位议员参选人 愿意跟连胜文照片放一起 这是很高尚的情操啊 话说的好酸 因为这竞选看板 一边是王世坚 over my dead body 另一边变成连胜文 over my dead money 讽刺连胜文老爸有钱 他是我中学学长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学校里面 不知道算不算学长霸凌学弟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他是我学弟哦 那我更应该 那我放久一点 我再来想一个进阶版 对身家旅语被作文章 连胜文幽默回应 倒是拜访幼稚园 说故事 狐狸种菜感触特别深 玉米我都分到不能吃的部分 然后兔子呢 都分到可以吃的部分 那小朋友知道为什么吗 你只有兔子自己在种 对兔子自己在种 他不知道那个不能吃 他不知道那个不能吃 对 他如果自己来种的话 他就知道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对不对 你现在打选战很像兔子 跟狐狸的故事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触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触 我应该比较像兔子 小时候最喜欢就是兔子 就是好心有好抱 就是说 我们总是做人诚实 诚恳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说给小朋友听 更像是在激励自己 连胜文要当最后丰收的兔子 就怕变成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记得这么好 好 连胜文是幽默以对 那么看起来在对这些攻击上面 他自己EQ也要高一点 而另外说到高 现在最高的就是物价 真的让人受不了 大家看到的是 7月的物价涨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主计处公布 这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近17个月来的新高 其中包括重要的民生物资 像是生鲜产品 卫生纸 牙膏 都涨了超过3.27个百分点 如果以每个月支出 大约6万块的家庭来说的话 这一个月开支一下子 就多了1000多块 确实是让人蛮痛苦的 中原普渡行政院总动员 准备了大批祭品 在门口祭拜好兄弟 桌上摆满了糖果点心 还有三身鸡猪鱼肉 不过今年肉价创新高 三样贡品就要逼近千元 让今年准备普度的民众 很有感觉 以前一个月大概花个 两三千块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可能两三千块 吃个半个月就没了 手推车里满满都是商品 民众忙着打包 但讲到物价飙涨 心有七七烟 后面好像比较 就是价格比较高 还有饮料也是 之前我们可以再买多一点 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 就物价好像有上涨的感觉 不只如此 根据主计处调查 像是生鲜食物 卫生纸 牙膏等民生用品 也涨了3.27% 以每个月支出 约6万元的家庭为例 在购买相同品质 和数量的商品 平均支出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一千零五十元 传统的市场 它可能比较容易 随着这个批发价格 或是随着需求的部分 刚需求变多 它价格就会波动 但我们为了要抑制这个需求 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提早的 把我们的货量 跟我们的价格 可以先定下来 所以我们不止没有波动 我们甚至比外面的价格 会便宜三成四成以上 业者打包票 要提供民众价格更稳定的商品 但随着大环境涨幅越来越凶 能不能hold得住 就看民众怎么选择 记者高培藤 吕培君 台北报道 大卖场可能还可以 以量来制价 但是我们要带您看的时候 很多小吃都hold不住了 尤其是猪价涨翻天 像是彰化最知名的 就是肉丸 这家老字号的阿张霸丸 多年来一直守住他们的价钱 但是从8月15号开始 他说hold不住了 从8月15号开始 他们的霸丸一颗要从35块涨到40块 那么其实他们已经算是撑很久的 有些店早在3月的时候就开始涨了 一颗霸丸最高要涨到80块钱 比一个便当还要贵 当然很多的肉干店 也是一口气就涨了一斤40块钱 他们说涨价难道不怕 人家不来买吗 他说不怕 根本怕是买不到猪肉 连做都来不及做 一颗颗油亮亮的霸丸 从油锅中捞起加上酱料 不少游客到彰化一定会来品尝一下 用餐时刻人潮满党 但招牌写着一颗35元即将成为历史 从8月15号开始一颗涨到40元 会调涨个5块钱 来还利一下这个成本 不然实在是撑不住 合理啊 因为现在猪肉涨很贵啊 业者说实在是不得不涨 卖碗里头这一大碗的馅料 猪肉香菇涨不停 尤其是猪肉 去年一公斤疲乏价格落在65到70元 今年却飙到78到83元 至少涨了两成 另外一家知名骂丸店 早在年初就受不了涨价了 一颗干被骂丸 从70元涨到80元 小的是调整5块钱这样子 大的调整10元 换一个便当的钱 有点难接受 可是还是要涨 拼拼小吃hold不住 骂完一颗涨5块 肉干也涨声响起 不少店家6月份调涨 一斤从560元涨到600元 多了40块钱 店家表示 最近陆续收到中秋节的订单 已经赶工制作 但就怕猪肉有钱买不到 断货 肉干赶不出来 影响层面不止消费者 还有店家神迹 记者林一峰彰化报道 而说到吃 这个夏天最夯的是什么双麒麟 因为天气热 那么各家的便利店 都推出自己的双麒麟 但是说真的 有好多不同的口味啦 之前那么有草莓啦 或者是有抹茶啦 现在有芒果啦 或者是其他的口味 水蜜桃等等 但你知道自己吃进去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它里面到底含了 什么样的成分吗 台北市政府其实建制了 一个冰品的食材登录平台 要业者把自己的双麒麟成分 应该要把它上网登录 但是网站建制好到现在 只有两家业者有去登录 其他业者都不去登录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这是商业机密 不愿意曝光 但问题是野生的没有法律 依据要求他们必须上网登录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建了也等于是白建 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们到底吃了什么 超商超市双麒麟 轰动全台 各种口味兼种推出 哈密瓜水蜜桃 甚至芒果到巧克力 还有粉红魔咒草莓 不同口味滋味道不同 但其中成分是什么 民众普遍想知道 你吃尽的这一口内容 到底是啥 不过北市府架设十台登录平台 希望集合各家双麒麟成分 品名来源 但有甜险的 看看只有统一超和松青超 各家业者想了解都没有 原因出在没有法律强制力 双麒麟好了 它是散装的产品 它不是包装的产品 那法令上本来就没有规范 它要做全部的标示 包括品名啊 有效日期等等 其实法令上并没有规定 修法是一定要做的 在法令上我们希望更多的支持 政府美法馆毕竟无法可要求 加上很多业者 把配方成分列为商业机密 配合登录业者 顶多也只是写热量和产地 至于添掐物一样看都没有 其实我们在店铺 还有官网上面 都有公布 我们的成分标示 营养标示以及热量 那都提供民众可以去自行参考 然后选购 我们这套系统 其实也配合我们现场 机场人员的集合 所以民众其实 还包括消费者 都不用那么担心说 有很多的商业机密 会在这中间做了揭露 系统上路没有完全建制 也没有和其他各县市政府平台串联 政府机关和业者少了沟通桥梁 平台姿势少之又少 想要管却只做半套 什么被吃进度都不知道 记者黄之杰讲自台北报道 而另外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的是 这一次的高雄气爆事件 造成高雄主要的几条路段 那么状况非常的严重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高雄的三多路 还有武庆三路口 旁边您看到这个是一个夜市 那么这也是当天气爆 当天我下去高雄所在做连线 以及晚间新闻播报的位置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看到附近其实灾情是非常的惨重 现在有业者就透过了3D的摄影技术 记录下这样的一个灾区的现况 而如果对照起还没有发生气爆之前的景象 其实真的很难相信这是同样的地方 这次气爆威力到底有多大 透过3D摄影空中俯瞰 整条三多路被炸出长长一整条的壕沟 房屋变成断圆残壁 骑机车全成了废铁 怎么样 爆炸 没有前面 爆炸爆炸 30号深夜发生气爆 开车经过一星路的民众幸运逃过一劫 现在利用3D镜头勘灾 发现一星路上路处倒得倒 原本平整的马路整条塌陷 情况十分惨烈 尤其对照爆炸发生前 Google地图上的一星路和气爆后的景象 不仔细看 还会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另外像是平常很热闹的三多路商圈 原本车水马龙的景象 如今却像是发生战争过后 受创严重的灾难现场 业者不惜花费3D摄影成本 记录下灾后的高雄 一方面让更多人知道 这次气爆为高雄这块土地 带来多大的伤害 另外一方面更希望类似的悲剧事件 不要再度上演 记者综合报道 透过这样的一个3D摄影技术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在这个地区灾情的状况 那么包括像是整条的三多路 被炸开来 这个后面原本是一个夜市 还好没有炸到这个地方 否则的话 在当天晚上那样的一个时间点 夜市里面都是人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而气爆发生到现在 其实到目前为止 灾区的状况依旧是寸步难行 那么为了要厘清爆炸的原因 因为很多的路段它都必须要封闭 今天是爆炸之后的第五天 有些灾民陆陆续续地回家 而邮差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辛辛苦苦他们也开始穿梭街头送信 他们说很多学生的成绩单 刚好都是这几天要寄发 虽然说现在这些路段 没有办法开车跟没办法骑车 但是他们都用徒步的 要把这些信送到灾民的手中 高雄气爆第五天 灾区除了救灾人员进出 以及灾民陆续回家整理家园之外 原本穿梭街头的绿衣天使 为了把信件顺利送达 徒步走进重灾区内 因为这些信件都很重要 传说在救灾国君身边 游物室也要忍受酷热天气 在灾区内东奔西跑 直到信件送的差不多了 脱下帽子接受访问 才惊觉他是位女游物室 如果像我送的话 要两个小时 多两个小时 多两个小时 为什么 走这里就走好久了 原本两个小时可以送完的区域 如今骑车步行一起来 算一算要再多两个小时送信 女游物室边擦汗边说 送信的使命 不会因为灾区危险不便利而减少 反而更希望这些信件 可以给灾民们不一样的另类鼓舞 记者中文报道 而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 是现在罹难人数 已经增加到30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失踪的这个朱密 以及小队长 现在家属都已经同意 那么接受了这样的死亡证明 而今天其实在下午一路 一度在凯旋三路的时候 发现有疑似遗骸的部分 当时搜救人立刻开挖送往化验 但是最后确认 这并不是人类的遗骸 家属在绝望之下 同意开立死亡证明 让死亡人数增加到30个人 情绪太过悲痛 刘耀文的女儿在招魂现场 差点昏倒 这时传来消息 凯旋三路疑似挖到尸骨 警销人员拿着手电筒 在水沟里冬撈西蛙 大家摒弃凝神 等待化验结果出炉 没想到鉴定结果出来 却是螃蟹的骨头 随着希望的落空 两位失踪的消防员家属 无奈只能同意开立死亡证明 因此目前气爆死亡人数 已经增加到30人 我们以前相处的比亲兄弟还好 他现在走了 我们很伤心 你是不是希望他们都快点出现 没有啊出现 不然留个尸体 好好的整整的 没有没有 留一个什么都没有 家属煎熬在旁的人也好难受 希望两人不要再玩捉迷藏了 记者综合报道 那么他们在现场也说了 任务解除了 可以安心的走了 那么当然这一幕让大家听了 都觉得非常的鼻酸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有些人逃不过这场劫难 却也有很多人很幸运的 逃过了死劫 当时气爆时 导演邱黎宽跟艺人林美秀 都在高雄 当天宽姐还本来想去逛三多夜市 后来林美秀说去吃海产吧 所以两个人才没到现场 今天他们谈到了 当天能够顺利躲过 觉得真的是有惊无险 而民主阿基斯谈到了这起事件 也不认为这是灾难 他说这绝对不是天灾 这就是业者的问题 果不饱了 他当成什么大灾难 这个讲究不好听 人谋不张 几十年的专业下来 你专业人员没有好好的去面对 后面的维护修缮 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谈到高雄气泡意外 阿基斯说他不认为这是个灾难 因为这完全就是业者的问题 对于捐多少钱要不要公布 他这样说 捐钱捐多捐少 那个就由企业主人 他们自己去做这么一个动作 那其实为善 不为人知 是为真善 阿基斯只说做善事 要是他选择还是低调点好 但是谈到一号气泡当天 导演邱离宽跟艺人林美秀 两人当时可都在高雄 往事不要再提 宽姐用唱的搞笑带过 因为当下情形 他不敢去想 他说有想法要去三多夜市 我说哈 夜市不方便吧 而且那么多人 后来他就说哈 去高雄不就是要逛夜市吗 我想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夜市 六合夜市 为什么不三多 我就说不要吧 那我们就吃海铲好了 所以我才带他去吃海铲 结果呢 海铲一坐下也没多久 就听到棒一声很大声的 有金如贤躲过一劫 回想起来 可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心 记者陈瑞祥 陈宜玲 台北采访到 躲过劫难 当然要对自己的生命 更加的珍惜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到 是被指为 这一次高雄气暴过手的 荣华董事长李某伟 现在大家也对他 非常的好奇 结果发现 他的太太杨赛芬 其实是早期相当知名的 民歌节目的主持人 而李某伟更说 自己从高中开始 最喜欢的学科就是化学 他日后当然也一直走这条路 只不过没想到 被业界誉为是 狠角色的李某伟 最终还是在化学上 栽了个大跟斗 不但害了他自己 更害了这么多人 欢迎节目主持人 活泼带着观众一起又跳 又唱了这位清秀女主持人 她就是李长龙化工董座 李某伟的夫人 杨赛芬 最早及曾和葛天培 一起主持过当时 宏极一时的民歌节目 《大学城》 杨赛芬也曾和李基准 共同主持过全国歌唱名人排行榜 是当时电视台 极力想捧红的明日之星 跟被视为是 沈春华的接班人 毕业自美国家做博客来大学社会系的杨赛芬 因为节目关系回到母校做采访时 和同样出身博客来大学的李某伟相恋结婚 最后杨赛芬选择退出演艺圈 到了2007年里 蒙伟以25亿元买下福聚太阳能公司 并让杨赛芬挂名福聚董座 在台大演讲 谈到化学是自己从高中以来最爱的科目 也讲过李长龙是祖父的名字 不能在他的手上 外传李某伟曾与中油合作 投资卡达的甲醇工厂 却另外打听到卡达政府 还有另一项投资计划 于是便绕过中油向卡达争取 尽管最后中油还是参与其中 但也让李某伟多了个狠角色的名号 只是这次他万万没想到 这场高雄七暴 也让他这个狠角色 在最爱的化学上摘了一个打跟斗 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这起事件 不只是要告他诈欺 他也真是把人给吓死了 来看看是这名男子 他是买冰牢 拿了一张一千块的大钞 但问题是这一千块是明纸 那么当时的檳榔西施 没有注意到 还找了他950块 事后发现收到的是明纸 气得报警 这名男子也被依照 诈欺罪给起诉 收到折叠起来的千元大钞 第一时间没有查看 结果竟然是 想起来还是气得牙痒痒 桃园一名张姓男子 拿着千元民币买冰榔 还故意折起来 只露出一千元的字样 冰榔西施没有多想 以为是千元大钞 先找了950元给张姓男子 等人离开冰榔西施回头 摊开折成一团的纸钞 发现竟然是明纸 气得报警歹人 有了教训 现在客人上门都得小心检查 未来还要安装监视器 拿明纸当钞票付钱 恐怕吃上诈欺罪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而处罚 记者范国庆 桃园报道 好 下次要睁大眼睛了 接下来带您来看的是 七夕情人节刚过 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这一天 完成了自己的求婚大作战呢 但是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是在武汉的这场求婚季 跟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都是男生 动员了很多的朋友 那么捧着花跪下来跟女友求婚 但今天他们的性别反过来 结果是女友跟男友求婚 结果男友被吓跑了 我们带您来看看这个画面 这名女子捧着一大树花 站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 跟朋友一起策划了 这一次的求婚行动 他们准备好音乐 拉了布条 还有新型的字牌 要向交往多年的男友求婚 结果没想到男友 看到这么大的阵仗 竟然吓坏了当场落荒而逃 你看这女主角多没面子啊 还好之后男友 透过两人之间的朋友传话 表示愿意接受女友的求婚 让这场浪漫求婚季 有了完美的结局 不是说女追男隔成沙吗 怎么这件事情看起来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 最后是个happy ending 还是大家所开心的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人最近在大陆 还蛮火红的 他是24岁的正妹 叫做陈斌 在歌唱节目当中 因为好声音 加上酷似范冰冰的外表 一炮和红 大家就想知道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结果发现他来头不小哦 不但曾经跟多名艺人合唱 他的爸爸 还是有30亿身家的 企业大老板 我叫陈斌 今年24岁 我来自北京 现在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 金融业出身的正妹OL 陈斌 为了艺员歌唱梦 参加大陆歌唱选秀节目 一鸣惊人 好声音配上明星脸 一张酷似大陆影星 范冰冰的脸蛋 更让陈斌尝到了走红滋味 私生活也跟着被大陆网友 肉搜其底 和梦南陈乃荣 2014年央视网络春晚 同台PK 歌声毫不逊色 身穿红衣的清秀佳人 正是陈斌没有错 和艺人同台飙歌 陈斌原来早就登过不少大舞台 而且还身经百战 各大歌唱选秀节目 都有陈斌的身影 看得出来他对歌唱的执着 陈斌的家世背景 也和他的歌唱实力一样 受到瞩目 一路陈斌参赛 还在镜头前感动标累 外表斯文的陈爸爸 其实是海南银达集团的 董事长陈嘉欣 个人资产也有30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50亿元 其实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是我当主持人出镜的第一天 只可惜镇梅早就名花有主 不止有个富爸爸 还有个有钱的帅老公 网络上传言 陈斌去年嫁作人妻 先生也是个富二代 据说是海南麦当劳的总代理 两家门当户队 上节目一炮而红 私生活也被拿来放大炒作 这颗大陆歌唱新秀 摇身一变 话题女王 我集中细声音给你 不过都是富二代 公主跟王子的结合 就真的可以从此过着 幸福美满的日子吗 在现实生活当中 好像也不见得都是如此 但您看到就是 华南金控的王子林之言 跟星光金控的小公主吴欣盈 两人婚姻破裂走上法院 去年林之言怀迎妻子外遇 在她的车上装了GPS 还找了真信社来监控 让吴欣盈呢 她上法院提供妨害秘密 今天在地方法院 二度开庭 法官要求双方到场调解 不过来的人只有男方 女方则是请假 由律师代为出面 在妻子车上装GPS 背上一条妨害秘密官司 林之言准时出庭 希望能和妻子当庭和解 等了半天 女方吴欣盈 并没有到现场 透过律师向法官来请假 请假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她心情不好 这理由当然 让法官发火了 律师赶紧唤家 认为由律师来转达 她的意见跟想法就可以 是不是庭上说 她心情好像有点不太好 应该会多少受到 媒体报道的影响 就因为几天前 平面媒体登出这两张 吴欣盈和男性有人的亲密合照 让她心情大受影响 一度传出是丈夫外流的对此林之言 有话要说 一项不多话的林之言 破例发表四点声明 除了没有外流照片 也澄清自己绝对没有外遇 针对外界揣测也一一否认 这段过程呢 我很难过 我希望我跟我太太 很快有和平的方案解决 还有和解的意愿吗 其实应该是都有了 有机会她继续沟通 吴欣盈通过律师强调 只要林之言道歉 就愿意撤告 双方当庭都表达和解意愿 法官要求夫妻俩 9月2号面对面出庭调节 记者王云西凯迪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两个人的豪门婚姻 不到三年就画下据点 其实之前大家就说了 一个是公主 一个是王子 两个人从小在家里面 应该都是备受宠爱 那么如果公主碰上了王子 到底谁要让谁 我们就来看的是 林之言爆料说 老婆吴欣盈跟男性有人 有亲密照 但吴欣盈也反击说 他结婚之后 不但连家里面的钥匙都没有 进出家门还要被检查包包 他还说林之言笃性奇门遁甲 这些生活习惯 实在让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幸福的招生 星光金控长女吴欣盈 和华南金控长子林之言 镜头前两人浓情蜜意 爱情长跑十年 终于在2011年4月共结联礼 怎知两家王子与公主的豪门婚礼 短短不到三年就此画下句点 不但有媒体接获爆料 吴欣盈疑似和其他男子 亲密照外流 林之言日前也曾怀疑妻子 对婚姻不忠 找来真信社 在妻子的坐车上 安装GPS掌握行踪 种种对婚姻的不信任 吴欣盈也不甘示弱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吴欣盈曾透露 丈夫林之言笃性奇门遁甲 不仅在阳台摆设金字塔 床底下放置奇怪的石头 更会煮石头水搭配叶子 飞蛾泡酒饮用等等 令他实在无法接受 金字塔是羊派的东西 真正的奇门遁甲 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宝塔 命令老师示范用红纸 写上夫妻姓名生成 绑上红线放入宝塔 说这样就能使夫妻感情和睦 但林之言和吴欣盈 王子与公主童话般的结合 却是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恐怕也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记者陈一帆周静瑜台北报道 19001电视今晚头条 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高雄大气暴 到现在发生了五天 非常令人难受的是 今天的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30人 因为之前一直找不到人的 消防局主秘跟小队长刘耀文 现在家属都已经接受了 他们罹难的事实 今天死亡证明也已经领了 现在的高雄真的不能够再受到 一丁一点的伤害 然而我们的独家报道 却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令人心惊的事实 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 现在气暴 所以管线已经停止输送 那么他们的这些气体 到底是用什么来送的呢 我们的独家报道要告诉您 这次被外界指为有可能是 罪魁破手的李长荣 他们每天必须要送500吨的丙烯 本来他们是走地下管线 但是这条管线长达23多公里 这一次因为爆炸意外 现在已经全部都暂停使用 也坏了也没办法送 所以他们没有管线可送的情况之下 只能够用您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淘车来运送 依照他们一天500吨的量 他每天至少要有30车次的淘车 来来回回 但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 像是运送这些危险的气体 一定要来上当地的主管机关 像是监理处来提出申请通行证 但是我们所问过 相关地点的监理单位 居然都没有收到 李长荣公司的通行申请 照理说应该是你必须要申请 他核发了通行证给你之后 帮你规划路线 让你不会在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 行经已降低危险 然而他没有申请的状况 就代表他根本没有在 先例单位的掌控之中 而且他所行经的路线 也是他自己想走哪里就哪里 那么这一辆一辆的化学槽车 运送秉熙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一辆都像是一个 不定时炸弹在街上跑 这到底有没有危险 我们的独家报道 监理所人员就在李长荣大设厂前站岗 看到丙溪槽车就拦查 我们在查运送危险物品的车料 那一规定申请临时通行证 自从丙溪输送管线大爆炸 李长荣就利用槽车运送丙溪 从前阵仓储一路开往李长荣大设厂 丙溪车在马路上行驶 宛如行动炸弹车 却和一般车辆擦身而过 丙溪属于危险物品 根据规定厂商货主运送时 必须向企运地或是车及所在地 公路监理机关 申请合发临时通行证 通行证一次可以使用半年 但是高雄监理所和五营监理站 翻遍了资料 却都没有收到李长荣的申请 在我们高市首这边 还没有收到业者承载 李长荣丙溪的 临时通行证的申请案 根据华运的资料 在一般的状况下 一天利用管线输送 丙溪500吨到李长荣大设厂 如今管线爆裂 换算槽车运输 起码要出动30个车次 数量一下子暴增 槽体重合而来 行动炸弹车未经申请 偷偷上路 安全如何把关 记者方伯峰高雄报道 还要带您来看到的 就是这些车子 除了说他们没有提出申请 以及路线没有经过规划之外 这些槽车本身到底安不安全 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过去李长荣化工厂 他们运送丙溪就是用地下的管线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这么多的化学槽车 现在没办法 他必须要有槽车 但他有这样的量吗 有民众爆料 因为他现在需要大量的槽车 所以他就用瓦斯槽车 来冒险载运丙溪 这个部分我们要帮您厘清 因为瓦斯槽车就只能够载瓦斯 而丙溪槽车就只能够来运送丙溪 如果用瓦斯槽车来运送丙溪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专家说两种气体承受的压力 是完全不同的 相对比较低压的瓦斯槽车 拿来载运高压的丙溪 很有可能会有泄漏气体的安全疑虑 我们继续独家追踪 工厂人员打造瓦斯槽车 安全步骤一个不能少 因为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槽 载运危险液体或是气体 路上行车 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重大伤亡 更不用说是丙溪这种高危险气体 一定要钻筒专用 如果它要进过 钻过瓦斯 然后钻到丙溪的话 要看它的结构不一样 我们就不能装了 从事化学槽体打造近30年的汤先生说 瓦斯或是丙溪都属于高压槽 不管是紧急遮断阀 或是安全阀的承受压力都不同 瓦斯车安全阀承受压力只有18公斤 而丙溪槽需要更高的21.6公斤 如果瓦斯槽车装了丙溪 会有泄漏的疑虑 丙溪会比较 基本的它是比较厚 瓦斯的话 相对的话 就用的比较薄一些 业者运送瓦斯气体会加压成液态 安全压力每平方公分10公斤左右 丙溪则是至少20公斤 载溪过程的震动压力增加 甚至会有自爆的危险 PG的话 它的承受压力的话可能比较低 但是如果你要来装丙溪的话 那压力的话可能要能够高一点 业者表示虽然草体都是高碳钢材质 但设计厚度都不一样 冒险使用简直在玩命 有没有可能利用瓦斯车运丙溪 执法单位恐怕要查个清楚 记者冯伟和叶红龙王采林 缺钢志高雄报导 这绝对不是违言耸听 我们只是提出合理的质疑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主管单位必须要来查气 因为在这么严重的气暴事件 发生之后 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环节 是能够松懈的 而且之前这一起气暴事件 是在地下的管线爆炸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如果是曹车在街上 每天这样来来回回 它所发生的状况 如果真的有发生爆炸事件 同样伤亡会惨重 而且可能会更加的扩散 因为这对于高雄地区来说 是曾经发生过的事 但你来看到就是民国87年 当时有一辆满载化学气体的油罐车 在岗山收费站前 被后方的车辆追撞 当时导致了气体外泻引发了爆炸 那个时候造成的是四个人轻伤 但是一个月过后 高雄眷的林园石化工业区 也传出了液化石油器槽车气爆 当时在场的人员全部都受到波及 造成了四人死亡 38人轻重伤的悲剧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槽车不比地下管线要安全 雄雄烈焰直冲天际 爆炸后的碎片夹杂火苗 从天空不停掉下来 但这可不是电影里的爆破景象 而是发生在国道一号上的真实案件 民国87年1月21号 一辆满载易燃气体本乙烯的化学操车 行经国道一号北上路段347公里处 在岗山收费站前 遭到后方爆胎的连接车追撞 导致操车灌体后方起火燃烧 灌内的本乙烯不断外泻 火势喷发到三层楼高 警销人员不断用泡沫消防疫灌旧 但由于灌内热压过高 随即发生爆炸 爆炸的火苗四处飞散 还颇袭旁边的化妆品工厂和甘蔗田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抢救 情况才获得控制 幸好只造成四名警销受到轻伤 但一个月后 高雄县陵原乡又发生另一起 伤亡惨重的细胞意外 大火剧烈燃烧冒出浓浓黑烟 停在一旁的消防车已经严重扭曲变形 现场弥漫刺鼻的瓦斯味 民国87年2月27号 高雄县陵原石化工业区 仅邻沿海路的北宜新叶液化瓦斯公司 上午7点传出油罐车装载完液化石油气候 因为人员疏失引发大火 警销人员到场洒水灌旧 却遇上大气暴 强大的威力将一公里内的民宅剥离全部震碎 油罐车的钢片也飞到100公尺外的农田 而这起意外造成三民警一销 不幸殉职 一位民众死亡 38人轻重伤的惨剧 也唤起大众对公安的重视 记者梁洪志里洪宽 高雄报道 回过了回来看这一次的高雄气暴 元凶到底是谁一定要查个清楚 高雄地解署今天前往的气暴 最严重的二胜跟凯旋路口 要来把这一段管线带回去化验 昨天我们也告诉您了 李长荣化工被发现 他们的四寸丙锡管线破了一个大洞 大约有七公分长四公分宽 但是昨天他们一度呢 以不能破坏现场的证据为由 拒绝清除掉残留的丙锡 造成的外界非常的不满 今天他们总算把这个丙锡给清除掉了 而切下来的这个管线有两公尺长 看起来受时非常的严重 随时都可能会断裂 目前已经送到了检验中心来检验 要来离清到底是不是这个破洞 造成了这一次严重的气暴 二胜凯旋路气暴点 检察官卸造金和金属专家 穿着青蛙装戴上N95口罩 下午1点20分进入香寒 展开融化管线切割作业 经过70分钟下午2点半 工作人员走出寒洞 用布包着切割下来的两公尺管线 小心翼翼搬到地面上 检察官绷紧神经 你是检验中确定是李长荣的管子吗 对 确定是李长荣的管子吗 就是他在试创管子嘛 对不对 车上看喔 小心 在车上看的 不要让他翻了 他外观就是有锈石的状况 然后有一个外翻的铁皮这样子 摇弃管线锈石实在太严重还有外翻缺口 由于管线老旧随时可能碎裂 不过进行切割工程 光是事前准备就花了至少三小时 10点49分 检察官就已经来到香寒现场 但是担心管线内还有残留鼻息 稍微火光就会引爆 先关闭防锈电源 再排入氮气清除残留鼻息 再加上破损管线必须先扣押 才能裁切送宴 检方找来中油 中石化 李长荣化工 确认管线归属 过程谨慎再谨慎签下扣押同意书 切割下来的破损管线 已经送往金属中心检验 气爆祸首是谁 旧快 真相大白 记者南部综合不倒 好 我们就要来看看的是 那么这一次的融化管线 被认为可能是罪魁祸首 但是昨天惊爆的一个事实是 这24年来它埋在底下 没有维收 而且也没人管 这到底应该是谁来负责 现在有人找出了 24年前高崇市公务局的公文 强调当时核准买管 是在吴敦义当市长任内 但是吴敦义立刻澄清说 当时是核准中油买管 后来中油把这些移转给融化之后 当然应该要由融化来自己负责 他还用卖车来当作比喻说 一辆车再转手给别人之后 十几年后出了车祸 你总不能怪到当时买车的这个人头上吧 今天气暴炸出高雄管线管理大漏洞 埋在地里的不定时炸弹 何时埋的24年前公文吐了光 说吴副总能够说明清楚 他为什么核准当时中油的管线 这个有经过高雄市的这个闹区 当时吴敦义就担任市长 绿伟拿的公文是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挖入许可证 时间是民国79年12月 当时的市长正是吴敦义 而买管地点就在凯旋路 一星路到三多路之间 正好和这次气暴地点相当的一套 民国79年就算高雄市政府核准 那是核准给中油公司 同现在各方都认为造势的李长荣 是完全无关的 可能是79年这个买的 后来到95年转手了 拿买车转手做比喻 吴敦义特地接过公文仔细看 强调当初是核准中油买管 之后的不能算在他头上 那假如这个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我要求检调单位立刻约坦乌敦义 就是他核准的 我没有所谓不配合或者配合 你只要查四五十年来 管线的埋涉 那高雄市长经过好几任 我之后有谢长廷市长 然后陈菊市长 中间还有代理的市长 如果是高雄市政府 那是合理的啦 那也说明现在管线本来就是市政府的权责嘛 吴敦义反驳指控更借机强调 地方政府要负责 就这么巧 行政院也说 民国77年以后通过买管管理办法 高雄市政府对地下管线早就知情 中央又把球推回给地方 却没人好好解释 为何让民众活在恐惧之中 记得中后报道 这一定必须要找出来 到底罪魁祸首是谁 因为高雄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我们现在透过一个3D的图 要带您来看到的 就是这一次高雄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区 这个地方也是8月1号 当天我下去到高雄现场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三多一路跟五庆三路的路口 而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 整条的三多一路被沿线炸了四五百公尺 路面都不见了 路面到哪里去了 透过这个画面 其实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些柏油路全部都炸到了旁边的楼顶上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在五庆三路 跟三多一路的路口 您看到旁边这个全家便利商店的招牌的隔壁 这一栋在这个金玉林这个珠宝 这一栋的上面最上面 您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突出来 这个东西在这个楼顶上突出来是什么 它本来并不在这里的 而我在现场后来上去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一个柏油路块 它重到大到大家连搬都搬不动 所以当天它一直都在上面 只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只是整条三多一路上的一角而已 今天我们的记者深入到三多一路 后面的巷子里面 这里面渣渣户户 每一户里面都有被气爆炸出的 柏油路块 每个人家里面都是被炸的 东一块缺一块 到处都是柏油路块 而在这个监视器所显示出来的 气爆一瞬间三层楼 顿时成了两层楼 1号凌晨 监视器画面清楚记录下 气爆一瞬间的惊险过程 民宅受损严重 柏油路块夹杂泥沙 在空中飞舞 三多一路气爆 波及后方二拔三项 可让住户心惊惊 赶紧冲出屋外 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以看到这个三楼的民宅 现在因为受到气爆的影响 当时柏油路是直接飞到 他们家三楼的阳台 你可以看到现在三楼阳台 可以清楚看见二楼的房间 可以是不是破了一个大洞 实际走访气爆现场 民宅被炸到 东缺一块西缺一块 有的屋顶全毁 根本就无法住人 只能暂时借住朋友家 跟房子宽度差不多十块 整个砸下来 就柏油路面了 这几乎每一家都有 柏油路面在家里 回想气爆当时 住户还是心有余悸 但是现在看到 这残破不堪的家园 让他们苦恼的事 要怎么善后 他要来不来 你要赶快给他钱 然后在现场 你也不晓得说 这里什么啦 你钱给了 他没来你也不晓得 现在大家困扰在这里 都在这里 预计修复 就得花费好几十万元 但是有钱还请不到公园 因为好多人排队在等 到底要多久 才能够把家园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住户不敢去乡 记者高雄做不到 住家受到损毁 相较起来 恐怕还算是好的 因为至少保住了命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这一次在第一线的 救难人员死伤惨重 其中小队长 黄国栋也殉职 弟兄难过的说 其实当天一到现场 黄国栋就觉得 状况不对劲 他说等一下可能会爆 因为这味道 跟他十七年前 在高雄振兴桥 气爆案现场的味道 好像 原来十七年前 黄国栋 还有另外一位 离难的消防人员 王中 他们两个人 都曾经在那个现场 当时他们两个人 在学长的掩护之下 逃过了死劫 但这一回角色互换 他们为了要通知弟兄 赶快撤退 他们停留在现场 多了几秒钟 而就这几秒钟 让他们命上皇权 到现场一闻到味道 林亚分队小队长 黄国栋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这味道好熟悉 是有说现场可能 是有爆炸的疑虑 对 就是有说 建议我们指挥官 要架设固定式 固定式的苗子 然后架完而已 架完之后 过没多久就爆炸了 十七年前 振兴桥气爆案 当时黄国栋 和成功分队小队长 王中 在学长也护下逃过一劫 十七年后 时空转换 身为干部的黄国栋 在气爆前要弟兄赶快撤离 但自己却来不及跑 一想起就难过 原本黄国栋 可以和大家退到待命区 却为了叫秦伦奔队 弟兄也赶快撤离 多停留了几秒钟 殉职在炸开的石队当中 名牌还在 消防疫也还在 但主人却已经回不来了 这种报道 而今天还有另外一段画面 让台湾人非常的气愤 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幕 那么台湾人身心敦厚 对于外国朋友向来 都是非常的有人情味 但是这一名 当时大家以为 他是外国人的男子 昨天在搭乘公车的时候 因为自己过站了之后 才按铃 司机来不及停车 他就冲上前 不断地辱骂司机 为什么一开始 会以为他是外籍人士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讲英文 他完全不讲中文 好像还说自己不懂中文 然后就不断地辱骂司机 动手殴打司机 还比出了中指 用英文问司机说 你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真的是屈辱人至极 旁边的老人家看到 都看不下去 赶紧出面劝驾 最后还是一些老人家 跟这名男子道歉 这名男子才终于肯下车 真的不晓得 为什么要对他道歉 而这个司机 虽然事后说不会追究 希望事情和平落幕 但是大家实在气不过 现在也都在网路上 要把他给右搜出来 公车上只见一名身材壮硕 穿着白T恤的男子 站在公车司机旁 不断用英文咆哮飙骂 一旁还有一位黑衣 长发女子为男子翻译 就是要司机向他道歉 一旁老伯伯实在看不下去 出面协调 但男子不但不听劝 反而坐视打人 四号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左右 民众搭公车拍下这一幕 一名男子因为公车过站 没案临近恼羞成怒 标骂司机甚至挥拳 影片上传网路 大批网友深远司机 我在下一站当他下车的时候 他就有点爱情 因为他讲的是英文 然后旁边有太太跟 就来跟他翻译一下 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祥和 还是就持户目就好 司机客气说不追究 只不过当地知名 都私下透露 这男子风评不好 公车坐过站没按铃 怪到司机头上竟还动手 实在可恶至极 记者王小花团报道 好 结果现在他被起底了 事实上真的不要做这种事 因为你不晓得 台湾的网友跟湘民的力量 有多么的强大 这个影片不过 PO上来几个小时 他的资料完完全全 都被大家给公布 包括他的名字叫做Jason 他住在哪里都被发现了 而且发现他根本不是外国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要讲英文 他在这边惹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半年前就因为不满 附近的邻居 红线 围婷 就把怒气出在社区的 总干事上 那么附近邻居都说 这个人不太好惹 现在爆走影片被PO上网 他还怒告网友 侵犯他的个资 自家住户被网友 肉搜起底 管理员帮忙缓夹 他们很客气 跟我们很客气 平时磕磕气气 没想到只因为 公车过站没停 就用英文标骂司机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确实同电停车没有错 我打电话 违归 那时候说总干事都被羞辱到 连有人红线围婷都把怒气 迁怒在社区总干事身上 现在更被网友起底 Jason其实根本不是外国人 多次在社区用超六中文呛吓 网友讽刺根本就是假老外 连当时在一旁帮枪看好戏 偷笑的太太也被骑底 说是在桃园火车站附近 开服饰店 还有男主播气不过 说要带朋友去拜访一下 公车爆走影片曝光 Jason豪火大 立刻跑去警局告网友 违反个资法 还发出声明 强调妻子明明就有暗铃 司机圈没停车 前去询问司机圈怒目以对 还解开安全带做事呛瞎 基于保护妻子才会情绪失控 只是画面会说话 公道自在人心 记者王小黄谈报道 接下来再回到的是 高雄气暴的现场 那么这一次除了 柏油路被炸开来之外 路上的人孔盖 也都成了危险的武器 上次有一个人孔盖 就飞了500公尺远 砸中了一栋民宅的屋顶 贯穿了三楼 差点连二楼都给砸破 而后来才发现 真的是千军一把 因为平常屋主就睡在三楼 还好事发当时他还没睡觉 在一楼看电视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一 二 三 站在窗边 五位国军用力拉起水孔盖 好端端的水孔盖 怎么飞到明宅里 当时爆炸威力有多大 其实看明宅就知道 您可以看到明宅的屋顶 现在已经被炸破了一个大洞 而这个大洞怎么来的 就是500公尺外的人孔盖 就这么扑通的从天而降 水孔盖飞到500公尺外 可见气泡威力有多强大 从天而降砸破屋顶 贯穿三楼 还差点砸破二楼 而当时屋主的儿子 就在二楼睡觉 幸好住在三楼的屋主 当时正在一楼看连续剧 逃过一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忆起当时情景还 余计有存 屋主说还好有连续剧 救了他一命 可住了十几年的屋子 第一次破了个大洞 这笔账绝对要跟融化算清楚 杰森好报道 这一次的人孔盖 成了很多致命的武器 但是我们来看看的是 营舰署长丁玉群 他今天到现场巡视时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他说就是因为 这个人孔盖设置在路边 所以气泡一泡 才会就近的飞到明宅里 所以以后应该要改放在 路中间气泡时 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但这个话一说之后 很多人很傻眼 那意思是放在路中间 炸汽车就可以把伤害降得 比较低吗 有人轰这话简直就是脑残 记者人的位置就在武庆三夺路口 而当时就在这个红绿灯 是夺走了七八条机车骑士的生命 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人孔盖不断的冒出气体 后来甚至是引发气暴 导致这些机车骑士伤亡惨重 气暴威力之大 人孔盖瞬间喷出杂重机车骑士 想要躲开人孔盖攻击 营舰署长丁玉群提出建议 因为这边有红绿灯 有红绿灯的话 一定有人在等候 那等候的地方刚好有这个 人孔盖爆炸的时候 就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射到路中间 别怀疑署长的表情很认真 想要人孔盖不喷飞伤人 那就设计改在路中央 这语出惊人的神逻辑 署长说这可是有专业功法的 动态的车辆可以移动 移动的时间会比较更快了 到时候可能造成交通事故 因为它会有窟窿的一种感觉 没有 现在那个设计 大概他们设计都可以跟路平齐的 这个功法现在很多 一再强调已现有功法 人孔盖可以和路面平行 绝对不用担心 事隔五天气暴原因查不出来 营舰署倒是先跳出来 教大家如何不被人孔盖喷飞 节奏好报道 气暴五天了 那么其实对于灾区的居民来说 现在必须要来回归到日常的生活 就像他们所说的日子再难过 也是必须要过下去 很多人也都发挥了同胞爱 包括您现在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 这些灾区里面的游户室 那么以前他们可以骑车 但现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办法骑 他们还是一步一步的 把信送到灾民的手中 高雄七报第五天 灾区除了救灾人员进出 以及灾民陆续回家整理家园之外 原本穿梭街头的绿衣天使 为了把信件顺利送达 徒步走进重灾区内 因为这些信件都很重要 传说在救灾国君身边 游户室也要忍受酷热天气 在灾区内东奔西跑 直到信件送的差不多了 脱下帽子接受访问 才惊觉她是位女游户室 送进来来看人家 真的很疲惊 在那儿看着那儿就疲惊 不要说看着人 如果像我送的话 要两个小时 多两个小时 多两个小时 为什么 走这里就走好久了 原本两个小时可以送完的区域 如今骑车步行一起来 算一算要再多两个小时送信 女游户室边擦汗边说 送信的使命不会因为灾区危险 不便利而减少 反而更希望这些信件可以给灾民们 不一样的另类鼓舞 记者中文报道 这次的气暴事件当中 造成许多挺进火线的消防员 不幸的殉职牺牲 那么其实让大家非常感动的是 他们的家属虽然难过 却也都说不后悔自己的家人 投入这样的工作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看在已故侠医林杰良儿子林洪珍的心理 非常难受 他曾经服过消防替代役 跟打火弟兄们 有着深厚的革命情感 他是学医的 但是今年暑假 他从上海回台 特地参加了特训 他说未来他也要当一艘 投入火线 希望能够帮忙抢救更多的人民 我帮你抓他 任何研究空气瓶装法 仔细看蹲在消防局里 跟着分队长学习的 是已故独物权威林杰良的儿子林洪珍 在上海复旦大学 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林洪珍 曾经在消防局担任过一年的 消防替代役救护员 建立起他和打火弟兄们的革命情感 趁着暑假回台陪妈妈空档 回到消防队报名上课特训 要投入救人行列 气暴事件就是很多消防的地窗 就是受伤嘛 然后也有很多人训职 四位消防员训职 就让我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 每天都是背负的危险在抒情 气暴意外心疼无辜罹难者 更难过消防员训职牺牲 更激发林杰良儿子当益潇的决心 消防人普遍就是他们的人力不足 益潇要经过一个活摘抢救训练班 才可以进入火场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想这些活摘如果时间OK 刚好有碰到这个班我就可以去 洪珍他在服役期间就非常认真 他总共在我们这一年当中 跑了超过大概1000趟以上的救货 林杰良过世前默默行善 也曾自掏腰包20万 买了48个救命器 开车亲自送到消防队 捐出救命器想救更多人 林杰良40周年 儿子全成爸爸狭义精神 披上的不只是白袍还有消防衣 热血一消要挺进火线继续救命 记者重庆寻详 非常令人感动 而接下来影剧焦点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大S4月底生了宝贝女儿 现在她的女儿已经100天大了 所以大S夫妻特别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party 请了100多人来帮女儿庆祝 双方家长当然也有来 这个汪小飞的妈妈张兰穿着一袭大红暴乳装 抢尽了所有公投 小月儿 我爱你 我也爱你 一家三口躺在床上面对镜头 幸福洋溢享受天伦乐 4月底女儿出生到现在已经满100天 3号大S和老公汪小飞在北京为女儿举办百日宴 以白色为基底现场 加上缤纷气球场面温馨欢乐 参加宾客超过百人 徐妈妈和张兰同样都有出席 不过看看婆婆一身大红低胸暴乳装 恐怕抢走媳妇大S的风头 穿着黑色双衣搭配红裙线身 大S似乎圆润不少 抱着微微隆起的小肚163公分的大S 产前就胖到60公斤以上 身完后靠运动慢慢瘦身 已经瘦了20公斤 还穿出为了快速减肥大S不胃母乳 有女万世族的大S恐怕是一家三口 太幸福才会圆润了一些 不过当初两个人闪婚王小菲透露 其实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还会更珍惜与大S的缘分 把婚姻好好经营下去 真的是羡煞旁人 记者综合报道 公主跟王子的结合 就真的可以从此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如此 但你看到就是华南金控的 王子林之言跟星光金控的 小公主吴欣盈 两人婚姻破裂走上法院 去年林之言怀疑妻子外遇 在她车上抓了GPS 还找甄信社来监控她 让她气得告到防害秘密 而今天二度开庭 两个人只有南方到场 女方说心情不好 请律师代为出庭 在妻子车上装GPS 背上一条防害秘密官司 林之言准时出庭 希望能和妻子当庭和解 等了半天女方吴欣盈 并没有到现场 透过律师向法官来请假 请假的理由 竟然是因为她心情不好 这理由当然让法官发火了 律师赶紧还家 认为由律师来转达 她的意见跟想法就可以 是不是庭上说她心情好像有点不太好 应该会多少受到媒体报导的影响 就因为几天前 平民媒体登出这两张 吴欣盈和男性友人的亲密合照 让她心情大受影响 一度传出是丈夫外流的 对此林之言有话要说 两张照片不是我提供的 那提供的人绝对是恶劣性的 不希望我跟我太太和平和解 一向不多话的林之言 破例发表四点声明 除了没有外流照片 也澄清自己绝对没有外遇 针对外界揣测也一一否认 吴欣盈透过律师强调 这要林之言道歉就愿意撤告 双方当庭都表达和解意愿 法官要求夫妻俩 9月2号面对面出庭调节 不过看起来这两个人之间的 恩怨情仇还蛮深的 不到三年婚姻就划下据点 林之言爆料吴欣盈 跟男性友人有亲密照 而吴欣盈所反击说 结婚之后她连家里面的钥匙都没有 进出家门还必须被检查包包 而她说林之言实在太迷信了 她受不了 星光镜控长女吴欣盈 和华南金控长子林之言 镜头前两人浓情蜜意 爱情长跑十年 终于在2011年4月共结联礼 怎知两家王子与公主的豪门婚礼 短短不到三年就此划下据点 不但有媒体接获爆料 吴欣盈疑似和其他男子亲密照外流 林之言日前也曾怀疑妻子对婚姻不忠 找来征信社在妻子的坐车上 安装GPS掌握行踪 种种对婚姻的不信任 吴欣盈也不甘示弱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吴欣盈曾透露丈夫林之言笃信奇门盾甲 不仅在阳台摆设金字塔 床底下放置奇怪的石头 更会煮石头水搭配叶子 飞蛾泡酒饮用等等 令他实在无法接受 金字塔是阳派的东西 真正的奇门盾甲 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宝塔 命令老师示范用红纸写上夫妻姓名生成 绑上红线放入宝塔 说这样就能使夫妻感情和睦 但林之言和吴欣盈王子与公主同化般的结合 却是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恐怕也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记者陈一帆周静瑜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您看看的是 今天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大雨 台中一早就降下了好雨 而之前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的 大甲民生地下痘呢 这里每一次呢都怕会淹水造成灾情 所以呢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15公分 栅栏赶快放下来禁止人车通行 另外在大雅地区则是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大水夹带着红色泥土冲刷路面 看起来非常可怕 大雨加上打雷 让台中静瑜大学的学生们 刚踏出校门口看到大雨淹过路面 加上夹带滚滚的红色泥流 只要硬着头皮冒险涉水过 看看慢车道上整条马路水深至少淹过脚踝 学生们担心洗火不需要倾车方式过马路 就是冒险改从淹水的慢车道骑到快车道上 而过去曾发生富人开车逆辟意外的大甲民生地下道 上尾因为水位高过15公分 也紧急启动台中市政府所设置的栅栏机 不让人车通行 至于逢雨闭咽的大雅樱花社区 则是水淹过路面害的工厂员工 在水退之后得忙着清理路面 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台中地区多处传出淹水灾情 幸好雨来得快退得也快 才没造成更大灾情 只是苦了当地民众得再重新忙着清理路面 记者令红吉游彦慈台中报导 今天下午高雄也下了大雨 那么在气暴现场的搜救行动也被迫暂停 但是气象局预报中心主任正明点提醒大家 未来几天像这样子的雨可能会更大 那么南台湾预估在8号9号 随着哈龙台风的北上西南风增强 再加上现在的季风比较强 可能会出现剧烈降雨 穿着雨衣在大雨中持续开挖 但雨势太大搜救人员只得撤到旗楼底下 但未来几天气象局提醒恐怕会有达到西南气流等级的系统 影响南台湾 预报的资讯来看 有超达到西南气流的几率相当的高 中处度的队料系统 它不但会有大雨 还可能会有强阵风 台湾现在处在西南风环境 随着哈龙台风北上让西南风增强 8号 9号南部恐怕会有瞬间强降雨 而其实周二屏东台中苗栗都已经降下好雨 高雄也有大雨 就是受到西南风影响 但没下雨时依旧会有33度以上高温 看看7月各地温度一片红彤彤 月均温22.99度创史上第二高 还有新竹台中玉山等八个侧站 均温都冲破历史记录 负责来高压非常的强 那高压的笼罩之下 云量偏少日照就强 再加上午后雷震雨比较少 少了降雨的降温 所以我们的平均温度相对来讲就比较高 不止气温热到创新高 今年到7月为止 西北太平洋生成12个台风 也是17年来最多 这回还没走远的哈龙台风虽然不来 但北上间接带来的西南风和气风偏强 让中南部未来一周都得提防 瞬间大雨 记者戴志明李美轩台北报道 接下来回到高雄气暴的现场 透过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图 可以非常清楚地掌握到 这一次的气暴造成高雄市区有多大的灾情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地点 是凯旋跟二胜路口 也是这一次的重灾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群景 可以看得到 是因为有业者透过3D的摄影技术 记录下整个灾区的现况 把这个图拿来跟还没有发生气暴之前的高雄街景图来相比 会让人非常的感叹 美丽的高雄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一次气暴威力到底有多大 透过3D摄影空中俯瞰 整条三多路被炸出长长一整条的壕沟 房屋变成断圆残壁 骑机车全成了废铁 怎么样 爆炸 没有前面 爆炸爆炸 30号深夜发生气暴 开车经过一新路的民众幸运逃过一劫 现在利用3D镜头勘灾 发现一新路上路处倒的倒 原本平整的马路整条塌陷 情况十分惨烈 尤其对照爆炸发生前 Google地图上的一新路和气暴后的景象不仔细看 还会误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另外像是平常很热闹的三多路商圈 原本车水马龙的景象 如今却像是发生战争过后 受创严重的灾难现场 业者不惜花费3D摄影成本 记录下灾后的高雄 一方面让更多人知道 这次气暴为高雄这块土地带来多大的伤害 另外一方面更希望类似的悲剧事件 不要再度上演 记者综合报道 这次气暴的主因是因为丙溪的外泄 但是因为丙溪因为气味不明显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外泄的初期不容易被察觉 但是现在却有一个说法是 有民众在气暴当天 也就是7月31号的一早 就已经在三多一路上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难道在当天早上丙溪就已经弥漫在高雄的街套上 一声巨响 整条马路瞬间炸开 浦游石块伴随火焰一面扑来 高雄气暴造成严重伤亡 事后追查是丙溪酿祸 而现在有民众指称 在气暴当天早上 整条三多路可能就已经弥漫着外泄的丙溪 无信老板开设的汽车装潢公司 位在三多一路和辅人路口 距离气暴死伤最惨重的五信三路 和三多一路口仅仅200公尺 从7月31号早上开始 他和公司员工就闻到一股怪异的瓦斯味 中午过后整个人感到头晕想吐 勉强工作到11点多才决定提早休息 但却也因此逃过一劫 关下来不到10分钟就发生了 我儿子在楼下 我老公在睡觉 我在洗澡 我女儿在楼上的前面看电视 还好门有关下来 不然可能整个都进去了 都真的是神明有保佑 拿着香拜拜 感谢家中神明保佑 老板娘回想起气暴当晚 仍然心有余悸 只是对于丙溪 是不是在事发早上就已经外泄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 而公务局也表示 三多一路和辅人路底下 有没有买管线 还要开挖才知道 气暴事件让高雄民众的心理产生阴影 现在只希望真相尽快雪落石出 让他们回到平静的生活 记者冯伟和叶洪荣 高雄报导 而今天一个不幸的消息是 本来大家还抱有希望的 包括了主秘以及小队长 这两位一直找不到的救难人员 他们的家属也已经接受了 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 今天也接受了开丽的死亡证明 今天下午一度在现场传出 挖到了一次人类的遗骸 只不过最后还是让人相当的失望 因为最后确认只是动物的遗骸 情绪太过悲痛 刘耀文的女儿在招魂现场差点昏倒 这时传来消息 凯旋三路疑似挖到尸谷 警销人员拿着手电筒 在水沟里东撈西蛙 大家摒弃宁神等待化验结果出炉 没想到鉴定结果出来 却是螃蟹的骨头 随着希望的落空 两位失踪的消防员家属 无奈只能同意开立死亡证明 因此目前气暴死亡人数 已经增加到30人 我们以前相处的亲兄弟还好 他现在走着我目的 我真的很伤心 所以是希望他们能够快点出现 出现了不然留个尸体 好好的整整的 留一个什么都没有 这天又带他们孙 来韩太太带来替我剃头 希望变绝望家属煎熬 在旁的人也好难受 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虽然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他的所有家当都没了 来看的是这个 诈来台湾十几年的越南籍女子 在这场气暴当中 她的两个孩子都受伤了 两个礼拜前 她才刚刚在三多路上 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店 这一回也被店炸的 这个店也被气暴炸的全毁 现在连家都没办法毁 越南籍苏姓女子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她是高雄气暴受灾户之一 她十三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小女儿 也在这次意外中被炸伤 小女儿的左胸更是被剥离刺入胸口 紧急送医 不过更令她心寒的还有家务事 从越南嫁来台湾十三年 几年前先生和弟弟理念不合分家 一家人搬离祖措 到三多路上开了手机包膜店维生 没想到店只开了两个礼拜 之后发生严重气暴 店面全毁 无家可归 你来没东西吃的时候 我在外面店里 你去找我 还好目前部分水电修复 也开始进行家园的修缮 才让这名越南女子稍稍松一口气 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还有好多好多变数 记者中和报导 而更让大家心寒的是 到目前为止 似乎没有人打算要为 这一起气暴事件来负责 看到的只有中央跟地方推来推去 高雄市长陈菊认为 主管国营事业的经济部 有需要负起的责任 但是行政院长江银化 却提出了不利专法 不编特别预算 跟不设专责机构的三部原则 让在野立委忍不住痛批 这样的冷淡回应 是将灾民推上深渊 把国旗升到干顶后 再下降到旗升恒长二分之一处 全台降半期三天 盗念澎湖空难和高雄气暴的离难者 只是灾难发生了 后续检讨进度呢 国民党团书记长沸鸿泰领军 陪同高雄几名栏尾 一块拜会行政院长江银化 毕竟救灾如救火 但政院对高雄气暴早就定了调 不利专法 不编特别预算 也不设专责机构 所有各部位全部动起来 并且在救灾的相关经费上面 给予权利资源的时候 那么各位一定可以相信 我们做得到 并不需要再另外 发挥我们立法院的时间 来去另外定一个特别条例 石化业的管理 如果还是拘泥于地方层级 我觉得其实是把 在民通话推向无助的深渊 连公民党立委的话都没笑 在野党的建言 政院又怎么听得进去 只是石化属于高危险产业 中央确提三部原则 连经济部大动作 开管线清查闭门会议 对石化业管理怎么加强 都只给答案一句 让业者自主管理 如果没有安全 就不会有管线的问题 经济部有他要承担的责任 经济部给不出承诺 高雄市长陈菊怎么能接受 期报后的权责归属 中央地方皮球轮着踢 记者赞不得 另外来看看的是 现在的日子真的越来越难过了 因为物价涨个不停 7月份的物价指数 年增率创下了17个月来的新高 其中猪肉比去年同期涨了17% 而蛋类更是涨超过了22% 超商业者说短期之内 茶叶蛋应该不会涨价了 但是自助餐业者呢 只能够减量或者是变换菜色 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油滋滋的控肉吸附饱满肉汁 让人食指大动 金黄色的炒蛋搭配红萝卜更是配菜首选 但现在肉类蛋类长不停 有可能以后吃不到 真的吗 吃不到蛋 那怎么办 每天煮60颗嘛 那现在成本比较高 我们就变成一天煮45颗 比较高的我们就用少一点 不然我们会推钱 自助餐业者苦称 一味鸡蛋跟去年同期比涨了21.98% 创下31个月新高 让采买客人较苦连天 每样都长得很夸张 菜也长得很夸张 肉也长得很夸张 一台金涨到40元 拿6颗鸡蛋就将近要50元 但超商茶叶蛋 一颗还是维持在8块钱 两颗蛋买三颗蛋的话 就可以买一碗泡面 还不如吃泡面 民众不敢买蛋 超商业者表示 短期内绝不会调涨 不过不止鸡蛋涨 猪肉价格跟去年同期比 也涨了17.21% 是71个月新高 什么都贵 1000块去都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什么都好贵 主机处公布消费物价指数 年质率达到1.75% 创下17个月新高 外食也领月涨 涨幅扩大到4.24% 是66个月来新高点 物价涨不停 店家只能反映在成本上 也让消费者大感吃不消 记者王家姐 小人家采访报道 东西这么贵 如果说能够有一个 很大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吃很久 那是不是可以少花点钱 我们带您来看 那是巴西 巴西有一名妇女 种出了一颗巨无霸马铃薯 真的把大家给吓坏了 因为这种 哥吉拉版的马铃薯 真的是前所未见 您看看它跟正常的马铃薯 来相比 差多多 这一颗马铃薯 就有80公斤重 在电影哥吉拉里 瘦小的生物被注射的怪物 生长激素后 突变成为巨大的怪兽哥吉拉 而在现实社会 也有出现如哥吉拉般 巨大而写实的物品 但是它却是一颗巨无霸的马铃薯 在巴西的马铃斯 这颗大的跟岩石一样的马铃薯 整整重达80公斤 可以称得上是哥吉拉版的马铃薯 是这位50岁家里世代物农的妇人 种出来的杰作 以前曾经种过15公斤大的凤梨 但是这80公斤的马铃薯 整整是它的5倍多 一群农民合力的帮忙下 才把这颗马铃薯抬上车 最后妇人决定将哥吉拉马铃薯 送到研究中心当样本 或许可以让专家们研究 如何解决未来的粮食危机 国会中心综合报道 高雄气爆现在最魁祸首 指向了李长荣公司 现在他们的管线爆了 丙熙没办法送 必须要靠化学槽车 但是一件事独家追踪 却发现这些槽车 都没有跟主管单位来申请通行证 宛如不定时炸弹满街跑 监理所人员就在李长荣大设厂前站岗 看到丙熙槽车就拦查 我们在查运送危险物品的车料 我们要以规定申请临时通行证 自从丙熙输送管线大爆炸 李长荣就利用槽车运送丙熙 从前阵仓储一路开往李长荣大设厂 丙熙车在马路上行驶 宛如行动炸弹车 却和一般车辆擦身而过 丙熙属于危险物品 根据规定 厂商货主运送时 必须向企运地或是车级所在地 公路监力机关 申请合发临时通行证 通行证一次可以使用半年 但是高雄监理所和五营监理站 翻遍了资料 却都没有收到李长荣的申请 根据华运的资料 在一般的状况下 一天利用管线输送丙熙500吨 到李长荣大设厂 如今管线爆裂 换算操车运输 起码要出动30个车次 数量一下子暴增 潮体从何而来 行动炸弹车未经申请偷偷上路 安全如何把关 记者方伯峰高雄报道 明天天气状况 交给主播沈永云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的天气来讲 其实都还蛮相似的 都是一个上半天出大太阳 下半天突然塞爆下下来 又大又急的天气形态 来看到呢 其实未来几天的天气 也都很雷同哦 怎么说带您看到的是地面天气图的部分了 透过地面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台湾呢 笼罩在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势力当中 而且呢 现在风向比较偏这个南风 西南风一吹上来 带上来菲律宾海面上的风配水汽 所以包括了像是整个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沿海的东部地区呢 都容易出现一些局部性阵雨的情况哦 特别是呢 山区的降雨又会比平地要更加的明显一些 所以提醒住在山区的民众要特别防范土石流的情形了 不过再来看到 中部以北地区今天反倒是一个小空档哦 没有下雨的时候呢 太阳真的是里头恰牙牙 所以婆婆妈妈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被子拿出来晒一晒了 另外再来看到 台湾的天气相对比较的稳定一些 反倒是日本的天气好像就不太理想哦 怎么说 带大家看到的是卫星云图的部分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第11号台风 哈龙它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日本了 而且预计在星期三就会开始影响到琉球 星期五的时候呢 影响到九州地区 所以提醒您 如果未来一个星期打算要去日本洽工 或者是旅游的民众呢 你都要特别的留意这个航班移动讯息了 而且呢 台风在经过台湾的时候呢 可能像是沿海地区啊 台东啊 蓝雨啊 绿岛啊 就会出现一些长浪的情况 所以如果觉得夏天好热哦 好想到海边细水的话 也要多加留意安全了 安全第一嘛 那么最后呢 带大家看到的是 一周的天气情形了 未来一个星期刚刚有讲过 其实这几天都是非常的像哎 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35度 36度 就是很热啦 所以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了 明天开始呢 风向会有点偏北风 也就是说呢 其实会比较的凉快 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大体上来讲 还是闷热 看完了一周天气 再来就是明天的天气情形了 明天的天气来讲的话呢 其实北部地区呢 温度大概是来到 27到31度的 但是会有五波 彩包猴的情形哦 所以听行观众朋友 千万要多加留意了 至于在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来讲的话 像是台中啊 彰化啊 这两天雨真的是下得蛮多的 明天的天气形态 也是很类似 所以住在山区的朋友 要多加留意 至于在高屏地区来讲的话呢 这几天啊 这个雨啊 一阵一阵的下 但是依旧是感到很闷热哎 所以如果在前线支援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穿着比较的透气清凉一些 至于在东半部的 宜花东地区呢 今天的温度也是 26到30度左右 降雨几率比较的低一些 大概只有10% 外岛地区呢 天气也是不错啦 高温来到31度左右的 那么降雨几率呢 也大概只有10%到40%的 好了 回过头来 还是要提醒大家了 未来这几天就是一个字 那就是热了 所以呢 未来几天呢 接近中午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防晒 还有补充水分 穿着透气清凉一点 以上也是这节的天气 时间交还给棚内 谢谢非常可爱的永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肖童文 晚安 我们明天再会了 明天再会udi